变形季刘一鸣 烫了14斤实力圈粉 陈信仰 焦可燃真的在一起了吗 变形季2017已经完结了 这档综艺转成网综后 没有一点水花 全靠为数不多的颜值较高的城市主人公 撑起热度 而被谁会我历解带红的 陈信仰算是一个吧 不过这位小哥在红了之后 可以说把自己给作死了 变形季2017火了陈信仰 但可惜陈信仰信誓旦旦的 说好的不会进娱乐圈 不会接广告 不会做直播 就直播做了 广告接了 挤针拍了 就差经纪人送他进入娱乐圈了 陈信仰的人设算是疯了 最重要的是 和网红焦可燃 那剪不断厉害乱的关系 简直像极了娱乐圈里 那些真真假假的VP炒作 好了 今天不说陈信仰 我们来说说 叛逆的坚持这一期的城市主人公 他叫刘一鸣 他真的不需要变形 因为他是变形季里最能吃的主人公 回去还胖了14斤 变形季开场套路 不良少年刘一鸣 凌晨酒吧归来 父母还在家里等候 儿子一来说了两句 于是不良少年就开始搞事情 跟父母抱怨 你们怎么怎么不好 最后赌气摔门而去 妈妈跟了出去 其实我觉得 刘一鸣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老爸想儿子 承接不业学艺 但他不愿意 所以才坚持叛逆 之后刘一鸣去变形了 想的很好 美滋滋的度过一个月 很好挺乐观的 主动收东西是吧 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是不是他爸妈 怕被他吃穷了 给他送到乡下饿几天 结果发现更能吃 这的确是去参加变形季 发福了变形成功 其实我觉得有一名 没必要参加变形季这么一个节目 挺乖挺听话的 并没有惹出什么幺蛾的 不过小编机的变形季当中有一戏 一个小学生学习特别好 学习成绩有点下降 他爸就把他送到变形了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